就算你对艺术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这幅画你很可能见过 作品名为《富岳三十六景 神内穿冲 狼雷》 你现在在看日本画作里面最获得全世界认识的作品 亦是日本画作里面最高峰之作 大概在200年前的江湖诞生 江湖即是现在的东京 出于佛世绘大师角色北斋的首笔 与欧美懂得美术的人聊天时 一提到《学世》即是北斋的日文发音 对方一定会有反应 认为北斋的作品在19世纪末传到欧洲 影响了当地的画家 影响了印象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次的主题是佛世绘大师角色北斋 涉及很多日本艺术和风俗的知识 亦和江湖时代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 可能会让观众却步 什么是佛世绘 什么是印象派 江湖时代的人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这些都是理解北斋和他作品价值的基本知识 我是对日本文化和历史熟悉 不过不是修美术 对东西中外美术知识有限 所以希望透过这一条影片 和观众一起学习北斋的价值 日本护照设计在2020年翻新 《落叶》就是印有北斋的名作系列 《富岳三十六景》 而将会在2024年推出的 日本纸币一千英的其中一面 就印有《富岳三十六景》 《神内穿冲浪里》 这些都是日本政府肯定北斋作品价值的证据 首先讲讲《富岳三十六景》 《富岳三十六景》 北斋的作品其实有在之前的影片里面出现 这幅《富岳三十六景》 《稳田水车》 出现在早期介绍涅谷影片里面 《稳田村》就是流过涅谷的一条河 现在已经成为了暗渠 曾经去过元宿的里 很可能走过《稳田村》附近 和北斋看过相同的景色 画里描写了利用水流急喘 《稳田村》的河水而生活的居民 女士们在洗衣 男士们搬运穀物去到水车小屋 小孩拉着乌龟散步 后方披着白雪的富士山 当时富士山是人们信仰的对象 北斋将有神明一面的富士山 玉华仲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表达了她独特的感性 关于她独特的感性 在影片后段再补充讲解 不过先要说明《富岳三十六景》 是浮世谷的版画 是利用先进印刷技术 来做大量复制印刷 不是像西洋游画一样 用画笔和颜料来画一幅 不及得游画那么细腻 色彩表达也有限 但别具风格 回到稳田水车 流过水车河水的表达方法很独特 白斋擅长以画笔 来表达一些难以触摸的物件 其中一种就是水 在有限的颜色和以版画方式为前提 竟然可以将水表达得那么自然 而且也感觉到急喘的水流 将视线集中在水车的下半部 就可以更加感受到水流的气势 在路里响起了河水急流的声音 以洞与静的角度来看 洞都集中在水车附近 而右方的远方一片直静 主角的富士山压立在直静的一方 让构图带上一些思议 接着看最高峰之作 神奈川冲浪里 在海外以Great Wave之名 获得高评价 神奈川即是东京以南的一个地方 估计在伊豆半岛向浸河湾方向望 或者在千叶远房总半岛的安防 向东京湾或上巫湾方向望 看到海湾打着大浪 远方压立着富士山 神奈川冲浪里 是神奈川冲的浪里 而不是冲浪里 神奈川冲 即是神奈川的沿岸海边 浪里即是浪头的下面 主题亦是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 正在将蔬菜和漁获 经江湖湾 速递去到日本桥等市场的三艘压送船 遭遇到大风浪的游轮 船员和大自然搏斗 构成十分激烈的场面 最吸引的地方是高高的巨浪 和后方较低的富士山 洞与静,近和远的对比 而巨浪的先端 像手指一样的描写手法 为大自然现象 赋予动感和生命 进一步加强巨浪 和船员搏斗的临场感 神奈川冲浪里 估计共印刷了八千多张 成为大热之作 这张风景浮世繪 是木板画 赴动感的作品 估计只用了八块木板 分颜色印刷而成 北宅在1830年至1832年之间 画了这幅浮世繪 利用当时最先端的多色印刷技术 才可以印成画 广泛流传坊间 北宅生于1760年 即是在70岁时 才画了富岳三十陆景系列 大概累积了五十多年的经验和努力 才能画出杰作 真是想知道更多他的人生 刚才看过的《稳田水车》也好 这幅神内穿冲浪泪也好 鲜艳奪木的蓝色 让具诗意的构图感上天花 以为浮世繪是纯日本的产物 但原来也有来自爱国的元素 看看武洲玉川 武洲即是武藏国 而玉川即是多摩村 估计是由跳楼跳望富士山 整幅画多用蓝色 给人清凉的感觉 这种蓝色颜料 在日本里原来是找不到 是由德国的柏林入口 称为普鲁士南 1747年最初入口到日本 1829年左右 开始形容在浮世古上面 它鲜艳的效果让人们心醉 估计最初的构思 就是以普鲁士南为主 来制作富岳三十陆景系列 晋州光孝也用了普鲁士南 任何人一看都会感觉到冰冷的强风 画里的景色 垂径于静光院的清水寺 再次看到它擅长描写 难以触摸物件的一面 虽然肉眼看不到空气的流动 但以到处飞散的笔记纸 人们禁着草帽向前倾的姿势 脑里便自然在视角上填补上强风 与厄纳在远处的富士山 构成强烈对比 《富岳三十六景》 顾名思义是以富士山为主题 描写三十六个景色 但因为大受欢迎 后来加百十幅 整个系列共有四十六幅 要一次过欣赏全部四十六幅作品 真的不容易 偶然会有美术馆 例如江湖东京博物馆 和山盈圆纳博物馆 开办特别展的时候 会全部展出 但机会不多 甚至连墨田北斋美术馆 也只是展出几幅 墨田北斋美术馆前公园的入口 地上有纸皮石砌出的名作 《海峰快晴》 2022年10月 我亲身去到美术馆的时候 欣赏了大师的作品 藍天白云绿草 襯托出被日出阳光染成红色富士山 估计是由河口湖跳望的景色 海峰即是南风 夏天占入秋 日出时分的几个小时才能看到的景色 日本人会叫这幅画做赤富士 南风吹开了山顶 像沙甸鱼的白云 明快地表达了具稀細的富士山 七十多岁所画的富岳三十六景 让北寨之名远过欧洲 亦抵受了二百年岁月的充势 远活在现代的人们有机会欣赏浮世贵 其实北寨离我们不远 看其他作品之前 我带你看看他出生的地方 来到JR中央总母线的两国站 与秋叶园相隔了一条御田村 走出了JR两国站 就找到外形特别 正是装修的江湖东京博物馆 在这个十字路口向左望 就找到北寨通的奴牌 奴牌下方写上了龟宅一丁木 龟宅这一带就是北寨的出生地 一边沿着北寨通一直走 一边介绍他的童年 出生于贫群的农家 名字叫做史太郎 北寨其实是他的称号 四岁时获为将军造镜的镜师 忠祷衣世收为养子 六岁时已经开始画画 画物件的轮廓 十岁时改名为铁藏 喜欢看淘太郎等等的童话 又喜欢看英雄故事 还有小说 铁藏下了一个决定 没有继承养父镜师的工作 而投身成为出租书书店的店员 背着一大堆书在街上找客人借书 游识时趁机会阅读商品的书籍 英雄传记的毒物附有插图 铁藏多了机会接触插图 开始模仿 电立了画画的基础 十五岁时跟黑版画师学师 曾经为男士游乐毒物 日本称这些毒物为洒落本 其中一个作品 乐女格子黑了文字 并获出版 来到这个十字路口 向前望就找到外形设计新铭的 墨田北斋美术馆 在2016年开幕 这里就是北斋的出生地 在它出生地建一座 以它为主题的美术馆 真是有意思 美术馆按年代介绍北斋的生涯和作品 只需1000日元的入场费 我自己觉得十分超值 美术馆旁边公园的一角 有一块文物介绍牌 写明了角色北斋生诞地 当时这个地方称为本所南角下水 记得寿司特册里面介绍过 发扬了江湖前首厄寿司的 与兵为厄寿司华屋 亦是在本所这个地方 接着就去找北斋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亦在墨田北斋美术馆附近 途中再讲讲它的成长过程 19岁时 他跟佛世绘大师学师 师傅获称为歌舞技演员肖像画名人的姓村春章 这幅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初代中村重状 就是春章的作品 腐类丰逐十多个月图 里面的五月、刑火 是春章的结作 是玉笔画的佛世绘 玉笔画即只是画一幅画 相对的就是大量印刷的木板画 铁藏可以成为大师的徒弟 可见他画工有一定水准 一年之后获取名为圣村春朗 正式打开佛世绘的生涯 1779年发表的《赖川谷之城之图》 是春朗二十岁时的出道之作 和七十岁时所画的《富岳三十六景》 在主题和手法上有着天渊之别 来到津渡河神社 这里就是北斋其中一个居住过的地方 他一生之中总共搬了九十三次屋 搬屋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他不喜欢打掃 搞到家乱乱之后 就找新的居所来解决要打掃的问题 各式北斋居住籍的铁牌左方 有一幅北斋租屋写生 画了他和三女认为同居的情况 估计在1840年左右 北斋大概八十岁时的生活 终生贫穷 对金钱不执着 由朝到晚只是顾画画 到过山时的九十岁也专注画画 将对画画的热成燃烧了整个人生 林忠当时还这样说 如果天再给自己多十年 不是再多五年寿命的话 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画师 真是不可以不佩服他 说了一会儿 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还未提 北斋这个名字从何以来 他出生时的名字叫士太郎 出道时的名字是圣川春郎 看看他七十岁时的作品 《富岳三十六景》 诺款写着北斋改为一筆 唯一是他当时的号 而北斋改即是意味着 之前他的号是北斋 在画了品时他的号是唯一 他不但经常搬车 而且经常改号 共有三十个号 35岁时圣川师傅过身 春郎和师兄不和 租驱逐出门 36岁时跟另一个师傅学师 继承为第二代宗理 当时他发表的花灰图 可以找到北斋宗理的乐款 北斋是源于北斗七星 在北方闪耀 成为人们斩尋方向时的一个寄形 亦是妙见菩萨的化身 妙见菩萨可以看通世事 获得人们的信奉 北神和七正都是北斗七星的别名 36岁时的宗理 开始以北斋神正为号 顺道介绍一下 1797年38岁时 以北斋宗理名以发表的 《江岛春望》 估计由七里之彬望向江之岛 背后有全白的富士山 可以找到少少 神奈穿冲浪内的影子 北斋这个名字 响片江湖 原因可以算是在作家 曲庭马琴的作品 《春雪公章月》配上插图 这个作品受欢迎而大卖 作品名的《春雪公章月》 意思是奇谈公箭名手 拉公时 公的形状像月亮 登场人物有公箭名手的原围潮 书的第一页有角色北斋的名字 当时他是48岁 接着他另一个大热之作《北斋漫画》 于52岁至61岁间发表 总共有15篇 《北斋漫画》三篇里面 有个阿叔跳一连串麻雀舞的动作 非常有趣 所谓漫画 不像现在《明侦探柯南》 和《鬼灭之人》的故事漫画 而是随心所画的画 英文译为《学世sketch》 总共有4千多幅画 有动植物 风景 建筑物 人物 最初是作为一本画画的参考书 好像三篇里面有较远近 然后路线里面加了少少搞笑成份 好像在十篇里面有个阿叔扮鬼念 但它也是一本画画的参考书 另一本《略画祖子南》里面 可以找到以简单图形来画画的方法 虽然说不上是现代漫画 但有画现代漫画的基础要素 北斋这个名字 《流芳江湖》 就算去到70岁发表的《富岳三十六景》 《落款》里面也用上北斋这个名字 在这里讲解一下什么是《浮世会》 所谓浮世是指现实世界 以描写人们生活风俗习惯为主题 当中也有游女和歌舞演员的肖像 在江湖时代 《浮世会》发展成普罗大众的文化 以黑木板的形式可以作大量印刷 令到很多人可以负担购买 好像现代人们买海报那样 买《浮世会》花旗贴来欣赏 以《富岳三十六景》为例 赤穿大概是39cm x 26.5cm 现在日本的收集偶像想文化 可以说是原子《浮世会》的文化 一幅《浮世会》当时大概卖20文 而一碗桥墨面大概是16文 江湖时代的货币价值是有变动 以一文16.5日圆来计算 一幅《浮世会》大概卖330日圆 而画师画一幅作品 可以由印刷公司收到几百文的报酬 大概是现在3000日圆至6000日圆 绝对不可以说是高工资 加上当时没有什么版权的概念 就算作品如何大卖 画师也没有额外的薪酬 北债终身贫穷也有它的原因 不过当时属市民缓义的《浮世会》 现在它成为艺术拍卖大会的宝贵商品 北债的名作《神内穿冲浪里》 估计现存有二百多幅 在2017年纽约的拍卖会里 以一亿日圆成交 到了2023年另一个纽约的拍卖会里 因为保存状态理想 以三亿六千万日圆成交 藏出北债作品最高成交价 要记住一点 成交的是大量生产中的其中一张 成交价确实是惊人 浮世会有大量生产的木板画 也有只有一幅玉笔画 例如这幅两美人图 就是北债在42岁左右画的玉笔画 属浮世会美人画 另外《歌川国征》的浮世会作品里 有一幅正正以制作浮世会木板画为主题 画师画在和纸上面 画好后把正面的一面贴在木板上 膠水干了后把剩余厚的和纸撕走 薄薄的一层和纸留在木板上 画中最右边中央上方的人在黑木板 製成板画的板 画中央下方的人逐一印刷 印好后就挂在天花上凉杆 如果只用一颗色就不太困难 17世纪末 木板印刷技术只可以印一种颜色 到了北债出生的1760年代 浮世会大师灵木春迅奠定了多色印刷技术 扩阔了浮世会表达的可能性 如果北债早一百年出生 可能画不出富岳三十六景 先前提到的神奈川冲浪里用了八块板印刷 而同时代歌川广众的东都明所 日本桥的白雨 就用了十九块板印刷 来到挂在羽田村上两国桥的西岸 位置在JR两国站和浅草桥站的中间 还望四周的风景 只是感受到一股东京旧区的气氛 再向前走 走到两国桥的桥边 这道的公历我都有用过 不过今次找的是公历旁边的资料牌 资料牌的题目是去找尋令墨田骄傲 世界画师各式北债所画的风景 作品是 作品的风景正正是由资料牌所望的景色 资料牌图问兵谋 可惜位置欠佳 人流不多 远离行人路 加上在公厅旁边 很难吸引途人主动上前看 虽然印有英文 但你认为有多少个外国游客 有看过这片牌 内容和布局不相符 实在太可惜 近年日本重视旅游业 积极发掘日本观光资源 总算多了机会接触北债 十九世纪末的明治为身 希望脱离将军执政的时代 追求以天皇为首的近代国家 代表江湖时代的佛世盔 没有获得重视 大量作品流失去海外 大阪阿培耶哈鲁克斯美术馆馆长 淺野秀刚表示 现存的佛世盔作品 只剩下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日本人自己没有珍惜他价值的文化 想起佛世盔在纽约拍卖的成交价 真的不敢想象 日本流失了多少金钱上 和艺术商文化的价值 在法国巴黎 差不多每年举办的日本博纜会 由1999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20届 主题以流行施文化的ACG 即是动画、漫画、电换 另外还有音乐为首 再加上传统文化 如书道、茶道等等 近几届每期是四日 入场人数超过20万 偶像明星和漫画家 军莫邀请出席 场面壮观 法国人对日本文化疯狂 并不是现代才出现 早在150年前左右的19世纪末 曾经有Japanism 即是对日本文化的爱好 透过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纜会 让法国和欧洲人认识到所国多年日本文化 在1867年举办过一届 日本馆展出浮世卷 燃点起欧洲人对浮世卷的热情 看得由法国画家幕内 在1876年第二届印象派画展中 首次展出的油画名作 《日本女人》 便容易理解日本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留意这一幅《日本女人》 是在印象派画展中展出 可以想像Japanism和印象派有关联 同年代荷兰画家梵高曾经在巴黎生活 拥有大概500幅浮世卷 他的名作《谭基爷爷的背景》 便画了6幅浮世卷 受影响的梵高于1889年的作品《星夜》 可以找到神内穿冲浪泪的影子 幕内、梵高还有喜欢画大叔配巴雷舞女子的德加等等 都是鼎鼎大名的印象派画家 深受Japanism的分图 印象派即是着重在户外画画 画画的时候留有不足 以鲜艳色彩预识描写日常生活中的风景和人物 幕内的《圣雅德雷斯的阳台》 更可以看得出冯西卷的画风 人们说是参考了北斋的《库岳三十六景》 《五百罗汉子荣罗堂》 你又认为如何呢? 《库岳三十六景》 多次介绍过的《库岳三十六景》 其实是北斋69岁中风三年后所画的作品系列 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江湖时代 人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岁左右 所以活到九十岁的北斋是異常地长寿 有幸为后世留下珍贵的作品 不吃烟不喝酒但自己不煮食 怎样说都算不上是非常注重饮食健康 难以考究他为什么会这么长寿 中风之后他自创药科 以白酒熬柚子再用水葱来饮 竟然被他康复过来 可以继续画画 《库岳三十六景》后 推出《诸国瀑布巡游》 充分发挥描写水的才能 《诸国名桥旗纜》 描写现实里不存在爱形奇特的桥 充分发挥了想象力 一连串以日常风景为主题的风景画系列 以现代价值观来看 没什么特别 好像去到外地旅游时购买明信片 但原来当时风景画并非主流 比不上歌舞的演员和游女的美女徒 北宅以《库岳三十六景》为首的 几个风景系列大受欢迎 建立了《风景画浮世沟》这类别 不单对欧洲的印象派 对国内艺术也带来深厚的影响 北宅八十岁起专注画玉笔画 最后几年更长期留在长野院东北部的小布施 所以小布施里面有收藏了北斋作品的美术馆 北斋馆 其收藏品上丁制屋台 它的天花画了玉笔画路途图 共两幅为一组 这幅是其中一幅的铝浪 也收藏了十幅为一套的玉笔画帖 这幅是十幅里面的第二幅以英为主题 玉笔画帖是它晚年的结作 八十八至八十九岁在小布施的寺院 岩重院本堂的天花上画了《望八方凤凰图》 在九十岁的时候画了《富士月龙图》 是它过生前三个月完成的作品 上纯是它最后一幅或是最后几幅里其中之一的作品 《富岳三十六景》《山下白雨》 和《神内村冲浪女》和《海风快晴》 《磨裂围》系列里面三大名作 相对天晴的山顶 山幅七黑有一道闪电 就像北斋般充满力量 发放无穷光芒 三大根 八十八 一堂一堂一堆 一堂一堂一堂设立方向 一堂一堂 中文字幕 李宗盛